运用数位科技关心长者生活 台中市政府推出了长者数位陪伴示范计划 透过了科技辅助 让不便出门的长者或无法参加社区关怀据点活动的时段 在家打开电视就能够唱歌玩意志游戏 子女也可以透过视讯和长辈联系 让家人的爱直接送达客厅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你不怕了? 是你有了? 是你有了 市长林佳龙亲自体验 透过手机和住在大甲区90岁的李王阿嬷 从家中电视进行视讯连线 台中市政府推出长者数位陪伴示范计划 透过科技辅助 让不便外出的长者在家打开电视 就能唱歌玩意志游戏 子女也可以利用视讯与长辈联系 我们知道说长辈往往都孤大老人 那这一次的数位陪伴的计划 台中市政府跟台顺科集团 还有马博科技 让我们这种视讯的互动 透过不管手机的APP 各种的管道 我们可以进入到家户 市府与马博科技 与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三方合作 以电视为媒介 结合网络直播和互动 提供居家服务与关怀 市长也特别肯定台数科 善尽社会责任 落实光鲜到户 丰富电视内容 我现在没有跟我儿子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是住在台北 这样子这个的视讯非常好 可以与我们之间 他们连线可以互动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们透过我们这个 数位化的计算盒 那结合到我们的光纤网络 那把一些年轻人的创意 他们对于长辈的一些 一些好的一些想法 能够落实到每个用户家里面 那这是我们跟我们初衷是一致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的过程里面呢 能够带给将来 我们所有台数科的收视户呢 一个更为丰富的一个 收视的应用跟体验 社会局表示 长者数位陪伴师班计划 只要年满65岁以上 涉及台中市 家中备有电视的长辈 年底前都可免费申办 名额有限而满为止 有兴趣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